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是窄配偶一天就要处理十万件新竹货运保守估计货运增加三成 想要配送年菜可要注意截止时间 两家都差不多要在三到五天前就要到超商寄送 常温还有冷冻品的部分 那这部分会特别去提醒物流公司不要去搞混 那避免就是产生孝期或者是过期 就算是超商预购回来的冷冻的食品 其实还是要下厨去进厨房这样子去溶热它 那不如直接收到热腾腾的直接可以上桌 但还是有民众不想吃冷冻年菜 像是这道炸锅的豆干和牛肉丝 加入葱蒜 干辣椒拌炒 热腾腾的熟食年菜也有外送业者来抢商机 要帮你准时送达 我们会从二月一号到二月六号 开始依照合作餐厅的这个外送的时间 然后一起做搭配 首创配送到大年初二 再活量爆满 越靠近过年 宅配相关行业越忙 不煮年菜的懒人商机规模越来越大 三里新闻 张耀轩 台北报道 下面开始依照